大家好 星期二日報 今天是2022年10月26日 星期三 在外國流行一些整股遊戲都很久了 有部份人甚至會為了驚嚇的效果 會鋌而走險 更加有些情況是曾經試過 因為一些整股遊戲 惡搞 喪生的意外都絕對是有發生的 可能在YouTube大家都可以看到不少 而昨天剛巧在一個香港 有司機POST了一條片上網 一段大約是19秒的車鏡片 初時只是平淡地在公路走 但當市主的私家車駛到鑽石山龍牆 和虎山道交界近南連遠池的草叢 位置 突然有個戴著口罩 長衫長褲的藍童 舉起雙手 一隻腳踏出公路 然後迅速退入草叢 就像一個惡作劇一樣 嚇到司機馬上啟動它 這段車鏡片 其實在昨天的下午4點36分拍攝到的 這段片的拍攝者 就是那個車主 就很貼心地跟網友說 其實你們真的要有心理準備 駕車要小心點這些 因為拍片私家車 跟這個整骨人的男童相遇的時候 其實前面還有一輛貨車在慢洗 結果有一個網民 就在這個貼文下面留言 就說自己原來就是那個貨車司機 因為當時他也同樣被這個整骨的男童 惡作劇了他 就是整骨了他 又不斷彈一彈出來 嚇清他 那那個貨車司機就留言說 司機 師兄啊 不好意思啊 來不及打四貨燈提你 我也被他嚇了一嚇 這樣說 好錯真的沒有人被他害到 如果不是真的好無辜 看來這位貨車司機都心有餘悔 不是啊 而最令人覺得過份的地方就是 這個post引來很多人的留言 其中有人更加說這個男童 原來是慣犯來的 不是啊 那麼離譜 上次他在沙基灣的 沙基灣道 行車線的正中間 這樣 當然啦 很多人當然是斥責他的危險行為 他說有沒有搞錯啊 想自殺啊他 那也都有人懷疑他 會不會其實他在玩那些 拍那些極限挑戰的那些 某類挑戰的網絡短片 也都有人懷疑這個男童 是有嚴重的智力問題 其實我眨眼看呢 我覺得這個男孩子好像大約 都是十二三歲左右 應該 那究竟為什麼他會出來做這樣的事情呢 說真的 如果真的有些車被他嚇到 扭一扭太 哇 你真的要隨時釀成交通意外 你不要說你自己的命線 不要說他被車撞到 你真的會累到人的嘛 你玩什麼極限 你拿自己的命去玩 不要緊 要是你自己負你自己的責任 但你這樣玩是會玩到別人 可以釀成很大的後果 那別人為了你有些什麼事 那你真的過意得去 就算不要說什麼 那司機被不接反應 撞死了你 他的司機都無辜的 但他都要危險駕駛 導致警察死亡 他都一樣要負上一些法律的責任 這樣被你搞一搞 那你真的 這些真的是很自私的行為 那當然 如果那個貨車司機所說 喂 好在沒有害到人 如果不就真的無辜了 好在真的沒有什麼事發生 只要嚇一嚇 那有些網民都會出來欺笑露脈 所以我不好意思弄了氣氛而已 生命影響生命嘛 這節的內容暫時來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大家有什麼意見都可以留言給我 記得按LIKE 看廣告 建設性留言 社交媒體分享 訂閱Patreon頻道 月費贊助 拜拜 向大家推介這個PIA 因為他做了贊助 聽升旗易得道 可能也經 我認為 裝了VPN對你可能也會有些保障 尤其是YouTube上不了 透過VPN應該可以跳過香港的地區限制 用本台的連結 用本台的連結 有Discount 希望大家支持 多謝 多謝